香港舞台劇長頒獎禮被魏法局已對該局聲譽造成損害 唯有暫停之助 主辦方香港戲劇協會星期五舉行記者會反擊魏法局的指控 其中協會會長馮璐德表示 過去一直無需就頒獎禮事先提交計劃 亦無需事先得到局方批准 而魏法局告知暫停之助的信件中 未有交代對上屆頒獎禮內容作出投訴的人數 沒有解釋如何損害局方聲譽 更不明白為何作為支持本港藝術發展的魏法局 收到投訴後便隨即停止資助而不是了解清楚 馮璐德又指 頒獎禮是希望業界繼續做好戲劇作品 說出香港有多好 完全符合政府和特首的期望 因此馮璐德要求當局收回指控 重新離定處理程序 至於魏法局星期五下午再受事件回應指 局方在處理各項資助申請時 一直採用既定的審批申請 以及監察獲資助計劃的程序 所有建議都會經由該局的藝術支援委員會討論 以及審議 然後再交由大會作最終決定 如果發現獲資助計劃的內容 和安排有不妥之處 局方會跟進處理 第1回事 第2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